歡迎來到新聞宜樂通 我們說在演藝圈裡面 當銀色夫妻真的很難 一舉一動了大小事情 都被攤在陽光底下 姐弟戀也很難 媒體好壞喔 你們才剛開始在一起 人家已經開始看衰了 看你們什麼時候才要分手 我們今天下面請問 今天這一對夫妻 已經結婚兩年多了 而且已經分床了 不曉得還撐不撐得下去 而且男方婚嫌是情場的 什麼浪蕩子 女生可是小可憐的一姐 這兩個會湊在一起 大家都疊破眼鏡 我一定要知道他們現在分床了 到底下一步是怎樣 先來介紹今天的藝人羅佩穎 大家好 男的是浪蕩子是不是 可是結完婚好像變成歸兒子喔 這是媒體的麥若瑜 借琳好 大家好 這一對當局真的很讓人驚訝 雖然剛剛借琳講分床 但其實我還蠻看好他們 會越來越好 你覺得分床不會分手 不會 要分床感情才會好 真的啊 這是媒體人李文文 大家好 因為我覺得麥哥老師愛當好人 但是因為我越人無數 我總覺得他們哪裡怪怪的 會不會冒河神靈 好 我們今天要來拷問一下 到底這一對是真的還是假的 來 介紹我們今天的 李懿六月歡迎 打進來兩位 我現在自己還歡迎 先恭喜二位 他們這個耶 那個今年過年有新片耶 而且是強盪的耶 後歲片 對啊 後歲片 恭喜你 現在是第一次晉升電影咖嗎 李懿 終於改善老婆的腳步 恭喜我猴子 你知道嗎 口氣好大 妳說這片子到時候 因為諸葛亮的關係 一定又是破譯 他們兩個變億萬明星 不是 小的只有出現五分鐘 沒有 一日出一五分鐘 你也有好幾百萬物代是不是 不巧我只是出現五分鐘 讓諸葛亮大哥 把雙手放在我這裡的人 他不是放隨堂嗎 他也放你 他先放我的 這個都要爭 到底是演什麼呢 你們兩個的角色 他其實是主要的角色 那我是因為跟天鵝很熟 因為我之前不太愛回來的時候 然後他這一部戲的所有的演員 都沒有 就是就連過場戲都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去過場的 我是過場的 真的 我就只是演一個去挑步要做旗袍 然後顯現朱大哥的個性 然後他就幫我量了就是這樣量 這樣手擺上去這樣子 對 所以那你是演什麼理念 我這裡面就是因為 男主角是宥盛 我是當初大道成最有名 最有錢人的小孩 看起來也滿像的 然後我就跟宥盛要爭奪女主角這樣子 就我們兩個有很多互動的戲這樣 不過剛才六月提到旗袍 我據說 你看到他旗袍色域大發這樣 對啊 真的 給他三分眼色要開染房了 旗袍要賣給我這樣子 所以以後你就往張曼玉這個角色去發 是不是 旗袍都明天上升了 對啊 好 請坐 謝謝 我們今天看到他在一起 才覺得有夫妻臉 有 而且我們節目裡面好久都沒有 是嗎 而且妳絕不覺得 雖然姐弟戀 可是女生看起來越來越小 對 妳又不覺得 那時候其實結婚 結婚的時候 反而看起來六月比較大 對 可是那個線就像我二十出頭小女生 我跟家妙妙我嚇一跳 我想說李玉妳完了 妳有偶其喪的感覺了 很好 我希望這樣子 可是他們兩個 姐弟戀最怕就是說 男生優勢強 可是妳看六月線不但小年輕 最近在紐約買房子 真的 這種老婆哪裡找 就是 妳是已經看準了 她是已經看準了 電影會是億萬片子 所以錢已經拿到 先去紐約 很囂張 已經開始在紐約買房子 我想要在紐約當大戶 是不是 請問買誰的名字 還是兩個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 聰明 所以以後 是不是你們兩個買 什麼都是六月的名字 對 當然 都會有妳的名字嗎 不會 我考慮一下 好棒 不能給他名字 建於前面有一些大家的婚姻 我想還是寫我的名字好 當然是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他們兩個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各位都疊破眼鏡了吧 是不是 對 你們剛開始的時候 聽說一個故事就是什麼 李懿去六月家 那時候還沒有在一起的時候 什麼在你們家陽台尿尿 尿到後來竟然會在一起 她其實也是有一段時間距離 是 起因是我 那時候 那時候在內地待很久 然後 我回來的時候 是我妹妹 我乾妹妹想要去夜店玩 但是我那時候 已經完全退出夜店了 所以我已經不知道 哪個地方好玩 然後那時候 我乾妹妹在我們公司上班 她就說 那不然我們找她出來好了 她那時候是夜店小王子 然後我們就說 一群人就跑去某一家夜店 那因為我第一次 跟別人喝酒的時候 我會比較保持清醒 那我們的第一次喝酒就是 兩個人對干了60個Shark的那個 60個Shark 怎麼可能 而且我喝到是喝不下 我把酒偷倒掉 不小心倒在她的腳上 你知道 大家都認識我 看我那邊幫她擦鞋擦成這樣 一定要示範 六愛姐 謝謝妳 謝謝妳照顧我們 那就往下 就剛好 妳那時候再喝了嗎 對 妳怎麼喝不下去 太多酒了 誰喝得下去 結果妳就到人家家裡去尿尿 沒有 然後就是 大家就說要續團 然後她就半夢 就是已經有點喝醉 但又有點像是正常 她說她也要去 然後我們就所有人在那邊喝喝喝 她一到我們家 就在沙發上躺平 然後我們騎在那邊 喝啊 笑啊 幹嘛的 她就突然站起來 然後很順手喔 就往陽台門一開 然後我們所有人這樣看著她 幹嘛 然後後來就背對我們 可是又出現了水聲 我們就這樣傻眼 這孩子很不寬 而且妳知道我外面的地板 是鋪好難放鬆的 我的陽台木頭 天啊 那個吸那個味道 真的是卡住就散不掉了 超燦 後來接下來一個月她就一直整我 所以聽起來 是六月的酒量比較好囉 那時候 那後來你們是怎麼樣看對眼呢 是李懿你有虐待狂 被虐狂嗎 因為那時候她的乾妹妹跟她一起住 她有一個小孩子 那我就覺得 她對她身邊的人 還有對工作人員什麼都好好喔 我以前從來沒有遇過 可能心地好成這樣的女孩子 是有多好 就是她在照顧家庭跟照顧她身邊的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 那個小女孩不是她女兒啦 可是她卻 把她都帶在身邊啊 幹嘛幹嘛的 然後甚至就是說 如果 如果將來這個小女孩我們願 就是照顧她一輩子OK嗎 我會覺得 那是結了婚之後的事情 對 這個女生真的心情 心腸太好 那裡面妳本身有母愛的欠缺嗎 自己 可能多少有一點嗎 因為我擔心家庭 爸媽很早就離婚了 是 所以是妳先開始喜歡上六月的嗎 算是吧 就喝完酒喝醉以後 沒有發生別的事情對不對 完全沒有 都沒有適用 不是 就是有 有沒有適用 一定要試婚 對啊 沒有適用 沒有適用 請打開來壞掉怎麼換 等一下 基督徒 請問妳是很乖的基督徒嗎 不是 好真實 我們有請問過的牧師 是不是要我們先立約 所以我們才有 但是那一陣子我很忙 然後我們兩個就沒有 離開過台北市 都沒有一起出去旅行過 我們一直到公布婚期 才第一次一起去高雄做一個活動 沒有 沒翻臉 沒有 妳們後來一起旅行 後來妳不是去紐約 她會去紐約找妳什麼的 妳們才開始有兩人在外地 結婚了 結婚了 那也是第一次我們在外地生活 對啊 那第一次 沒有不適應 或是什麼情侶出去旅行 什麼都吵架回來 我們不適應是剛結婚的 對 剛結婚 結完婚後了九個月 超不適合 真正同床了 同房了 住在一起了 不習慣了 有哪些不習慣的地方 價錢 不是 價錢 價錢沒有價錢 因為家裡幫她照顧得很好 所以她沒有養家這兩個字 她就跟我說 那房子是登記妳的名字 為什麼我要拿錢回家 那妳們現在已經兩年多了婚姻 還有沒有什麼事情 到現在還很難磨合 還在磨合當中的 妳也對喔 花錢